习近平主席指出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 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 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力 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 是全球第一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集展会 也是中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平台 和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新载体 吸引了国内外515家企业和机构参展 境外参展商占比达26% 其中美国参展商占境外参展商的20% 包括亚马逊 苹果 特斯拉 英特尔 高通等 一批美国世界500强和跨国公司 昨天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练博会开幕式 并发表主旨演讲 指出中国既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的参与者 受益者 也是坚定的维护者 建设者 中方愿同各方一道 把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建设得更具韧性 更有效率 更复活力 为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和全球发展繁荣 做出更大贡献 李强总理就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 提出四点倡议 倡导共同构筑安全稳定 倡通高效 开放包容 互利共赢的产业链供应链 希望各国企业家为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稳健运行 发挥积极作用 中国将为各国企业来发投资新业 提供更多便利 更好保障 已提到国际上存在开放与封闭两种趋势 中方的选择是 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积极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